各位新老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来到主力逻辑栏目 现在是2022年2月11号 今天下午已经收盘了 我们会发现下午市场全线回落 截止目前所有的指数都已经是下跌的 那么对于这个走势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又变得难过了 因为今天上午刚刚看到一点希望 下午市场又下跌了 但是我们要记住 风起于清贫之末 我们要对事物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 加以研究 然后才能对于接下来的趋势做出判断 同样的对于今天下午市场回落 原因我们要去弄明白 为什么这么走 对于接下来的影响有哪些 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判断 才能做到心中有底 心中有底的才是我们做投资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看两个点 一个就是国政成长 今天下跌了1.82% 一个是国政价值 为什么我又把这两个指数拿出来讲了 之前没给大家讲过 因为这两个指数能够很好的去区分市场当中的一些风格切换 国政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主板地位狼筹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今天是创出了一个反弹的新高的 虽然说有冲高回落 但是并没有改变它向上的趋势 站稳在五军线上方 并且突破了前面两个高点 今天的收盘也是比前面两个高点的收盘价位要高的 也就是说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交易的主板地位狼筹方向没毛病 并且很多品种依然是挣钱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代表着中小创新方向的国政价值 今天是继续下跌的 虽然说没有再创新低 但是整个趋势依然被五军线压制着 你有没有发现国政成长的指数 跟创业版指数是极度相似的 但是创业版指数今天是再度创了新低 在前天的时候 我们指出创业版指数出现了一个泛量反弹 我看到很多人分析说 创业版已经是出底了 接下来要向上走 包括昨天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券商出报告说 要珍惜创业版2800点下方的机会 这句话暂时听起来没毛病 但是对于整个指数而言 我的观点是创业版并没有到底的 因为一旦走上了宁德时代持续下跌的道路 它对于创业版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说今天创业版已经是跌至2746点 接下来会不会跌破2700点呢 都有这个可能 因为这个可能性就在于它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熊市的空头结构 再加上还有一个比它更熊的品种在跌宁德时代 因为今天宁德时代下跌了百分之五点几 所以通过这几个细节 我们去对市场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 主板低位篮筹方向 价值股方向 低估值的价值股继续在向上走 市场的风格已经切换到这个地方了 但是整体市场的趋势呢 国阵成长方向的中小创新的题材 中小盘古方向依然在下跌 还记得我们在春节节前我们在讲中小创新吗 我们讲中小创新在2022年 我的观点是它要持续下行的 别看它这两天出现上涨 但是我继续看空中小创新 因为今年等着它有两个核心因素 第一个就是在去年三季度四季度 我们经济略有下滑的背景当中 很多中小盘的没有竞争优势 又不是赛道方向的公司 他们的业绩将会继续比较差 这就导致这个品种接下来 它有继续杀跌的理由 还有很多的品种肯定会爆雷 第二个就是今年是必须推进全面注册制的 全面注册制 天狼就是利空 没有业绩支撑的中小盘股的 所以这个方向我们坚决看空 长期看空 我指的是 当然我们看空的是这一个方向 并不代表这个方向就没有好的品种 中小创新里面也会有优质的品种 那么如何判定这个品种优不优质 方法很简单 第一是不是处在目前热点赛道 高成长性的赛道方向 第二个就是 它自己本身的业绩 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正增长 这就够了核心点其实无非就是 是不是能够赚钱 那么现在我们对于中小创新也好 创业版方向也好 都是定义为他们还在下行的 所以今天就发生了 由于中小创新 创业版方向再度创新低 这个方向又是A股 最多的赏户集中地 赏户现在的整体的资金体量呢 对于整个指数 不能够形成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它能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情绪性的因素 所以在节前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讲政策底 早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情绪底没有出现 因为有太多的参与者在这里面 在节前的时候 因为杀铁恐慌不断的抛盘 然后现在市场虽然说反弹了 但是它手中的品种依然在跌 再加上这两天报道越来越报道 这个宁德时代各种干的利空都出来了 但是实质上到目前为止宁德时代 它自己本身也没有出来说 它公司经营什么情况 反正连续大跌 它自己一句话也不说 那么市场的话也搞不懂 在面对未知情况的时候 我们人类天然的属性是什么 那就是恐惧 我们讲股市就是人性弱点的集中地 人的情绪的集中地 宁德时代连续杀跌 它作为自身公司 它也不出来说一句话 所以我当时讲了 那么背后是谁在抛售它 这个体量 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 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之前就已经提前去预判宁德时代 在我们整个大金融上涨的时候要杀跌的 所以说我们大致会明白宁德时代的下跌 并不会是我们网络上什么传言 葛兰基金等等的 这一系列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最大的核心点就是大作手要进行抛售 那么抛售之后呢 这两天已经演变为很多在里面的散户 包括基金也被动进行抛售了 因为毕竟跌幅比较大 我们要知道一个强势的品种 或者说一个大势的品种 当它越跌越狠的时候 按照我们A股的尿性啊 很多的公募基金在这里面 公募基金很多时候 谁说了算啊 也是基民说了算的 基民谁啊 也是普通散户嘛 那么基民看到跌这么多 然后宁德时代对于很多的一些 新能源品种的占比又这么大 那么基民一赎回 那么就只能是越跌越猛 所以说对于这两天的下跌 一方面是有大作手推动压制大金融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厂内的很多的散户投资者 也开始出现了抛售 所以我在今天下午发布了一个实战直播 重点就讲宁德时代 今天它是由主力机构率先砸盘 演变为投资者集体抛售 出现了一定的恐慌盘 今天再创新低已经是跌破年限了 那么对于宁德时代 我在前两天讲阴眼宏观的时候 有讲到包括昨天也讲到 我们认为宁德时代 它的支撑点也就是说值不值万亿 在万亿级别附近 它是容易出现一个止跌的起稳 然后再走横盘的逻辑 走了横盘的逻辑呢 整个新能源产业链出现分化 就比如说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讲到 昨天宁德时代大跌 但是李宽反抗了 今天宁德时代继续大跌 但是李宽多数品种都是维持上涨的 这就是出现一个分化的特征 好了那么我们讲完了宁德时代 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个品种 贵州茅台也是在跌的 贵州茅台今天早盘一冲高的时候就回落 还记得我们在今天中午主义逻辑的时候 讲到一个特征吗 我们在讲到今天中午的时候上中午林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拉升 但是宁德时代在这里却出现了跳水的 并且下午一开盘延续跳水 也就意味着大作手依然没有放弃宁德时代的压制作用 为什么我说大作手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北向资金你就明白了 北向资金今天一整天依然是出现什么状况 深谷通方向在卖出 尤其是在今天中午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北向资金 户股通方向近买入21个亿 然后深谷通方向卖出9个亿左右 到今天收盘我们可以看到 户股通方向近买入了24个亿左右 但是深谷通方向近卖出14个亿 也就是说下午的时候市场持续下行 北向资金的户股通是继续买进了 但是呢深谷通方向是继续卖出的 所以说这些核心的点你结合起来一看 那么我们就能够分析出目前A股风格切换至主板低位蓝筹 我们给它定义为风起于清平之末 当中的蛛丝马迹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行情在主板低位蓝筹方向不用担心 那么现在市场由于中小创新方向依然在杀跌 那么就会导致整个股市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幅度走强的迹象 接下来的行情怎么演变呢 我们的观点不变 在这一个风格切换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个适应期的 今天是属于绝大多数投资者真正看到了风格切换的细节 所以在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情况 很多人终于下定决心 会抛售出很多的创业版方向的筹码 然后来买主板方向的筹码 这就导致创业版继续下跌 但是整体市场没有爆发之前 那么整个指数也就被拖累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间阻力逻辑 告诉大家的市场的一些细节的特征 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 风格切换至主板低位蓝筹 是已经出现效果了 第二句话 在切换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定的适应期 目前股市今天下午回落 就是这一个适应期 好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分析 那么对于指数方面 我们短线怎么看 中线怎么看 指数当中呢 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人会分析到一个点 那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美国股指期货在下跌 很多人认为对A股会有跌的影响 会不会有呢 你这么去分析也没毛病 但是我们要知道 美股只要不出现连续线的大跌 对于A股的影响是极极有限的 就比如说 昨天晚上美股纳斯达克跳水了 但是A股今天盘中一度还是有上行的 这就足够了 我们重点是放在A股本身 就像民以道雄斯股指期货 A股一收盘 他们又出现了一个拉升了 那么对于A股上升指数 我们自己的一个判言 首先我们阐明第一个观点 就是昨天我们所讲的 从交易本身去出发 看一下交易博弈的心理学 我们在讲市场在四连扬之后 很多前面 节前割入的筹码 很犹豫不敢进场 因为他们也一直在等什么呢 等市场能不能再度出现一个下跌 再穿个新机再进场 这样是更好 那么市场也很配合它 在前面几天上涨的时候 都是属于犹豫不决的 本周二的时候 2月8号 先跳水再回升 到了本周三的时候 2月9号 也是反反复复的小幅度上涨 昨天的时候呢 更是盘中出现跳水 尾盘翻红 那么今天的上午上行 下午又跳水了 这一种走势 它就是属于弱势结构的反弹 那么就会导致绝大多数人 依然不敢进场 这或许就是目前大作手 想要的一个点 那么对于短线级别而言 我们在前面讲过 我们就是等 指数占上时均线 目前也占时均线了 然后在时均线附近呢 我们要来看 它有没有震荡调整的时候 有震荡调整 我们把仓位加到五成以上到七成 那么今天这个冲高回落 仓位可以把它锁定在七成 当然我是有前提的 我认为仓位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呢 加在刀论上 我指的刀论肯定不是那一些 天天大涨大起大落的题材方向 我指的是主板 低位狼筹方向 还有没有涨的一些品种 包括周期股矿方向 里矿也是属于这个方向 这是讲的短线的 那么短线我们认为 在这个地方 震荡整理一下下收 又会很快收复三千五百点的 今天盘中刚刚好触及 三千五百点又下来了 这无疑就是给了空头一记强心针 三千五百点你看 突破一下就下来了 意味着市场接下来还会得继续调整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调整是有调整 那是创业板方向在调整 但是主板方向走的是自己稳健的上行的路线 那么对于中线级别呢 对于指数就不重要了 中线级别就是 关注的我们所交易的板块方向即可 板块主板地位难筹方向 沿着这个方向稳步相当就行 那么其实通过今天下午的整个走势 我们要再度明确一下 目前A股赚钱是比较难的 赚钱效应也不是很突出 所以说我们要做到什么 就是首先要把风控做好 在保证自己本金的基础之上 再去获盈利 或者说保证我们的本金是有安全电的 有安全电有两个逻辑 一个就是本金 不亏就最好了 那么本金亏 但是它是在一些高成展性 有内在价值的方向 或者说在于主板有价值的低估值方向 那么你无疑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而已 把这两个点弄透了 心中就有底的 这不像我们讲做短线题材 一旦下跌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换得换失 害怕因为本身就是炒作嘛 如果真的往下跌了 就跌的没底了 很有可能短期就是暴跌 30% 但是对于这一种 有内在价值高成长性的方向 再怎么跌 你心中有底 因为股价会修复 低估值方向本来就没涨过 那么也就更没有太多的担心了 好了 我们把这些点都阐述了明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下午回落之后 热点当中的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是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方向呢 今天是再度出现了一些上涨的 但是它是有分化的 比如说今天 临涨的这一个先进速通 包括四番金串 它是今天开始封版的 那么前期的龙头串实科技呢 今天却没有 也就是说这一个板块方向 它的波动率是比较大的 波动率大 往往就意味着 需要更好的 超盘技术手法 才能把它做好 我在近期的短线决定当中 我没有推荐这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向 波动率还是比较大 我推荐的都是一些 稳健类型的 主板低估栏筹和 李宽周期股的这一个方向呢 好 第二个就是 盐弧体理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盐弧体理方向 今天下午当然也是属于冲高回落的 因为整体市场下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旅国际前一波的这一个连续 几个展示板的龙头 今天是封版的 因为这是有李宽资源方向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品种当中呢 绝大多数今天都上涨的 这是应该点个赞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宁德时代暴跌5%的情况当中 他们今天没有再去跟风大跌 这就是一个好现象 为接下来李宽遵循内在价值修复股价 奠定的基础 再来看煤炭开采 今天依然是向上走的 刚刚好突破了这个前期的高点啊 今天 那么一般来讲 突破了前期高点呢 意味着整个板块 进入到了这个最小阻力位方向 那么极有可能是能够继续向上走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无非就是多耐心一些 对于银行板块指数 今天是新高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证券指数 证券指数今天下午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落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快速回落 最终导致今天下午是没有能够守住上涨的 那么问题来了 券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快速回落 这得从大作手说起 因为今天大作手 在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 不仅仅是互股通 方向快速的一个回落 深股通方向 也是持续在回落 那么这里面的区别就是深股通 本身就是阻力在出货的 那么互股通在今天下午 开盘以后一个很大的折角 冲高回落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作手 今天它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在拉伸指数的 它的目的依然是在切换整个市场 或者说对于自己手中的一些 金融衍生品方向的仓位进行一个调换 比如说接下来他们大作手的目的是 接下来要开始发力做多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很多空头的仓位怎么办 就是利用目前这一个弹口 对整个的仓位进行调仓的 这是我们从大作手的角度去分析 可能很多人听不太明白 这一个点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只需要记住市场的 它的趋势就行了 目前挣钱难 然后呢 你只要是坚持住对的方向 多花点时间 那么整个的效益 它自然就会出现了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还能听到这么久的啊 那么就点个赞 那么对于一些板块的详细的分析呢 我们就等到今天晚上的热点解析 最后一句话 大家要有信念 目前市场的特征是很明朗的